字幕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各位同學好 我們今天要看一篇很短 但是很值得我們去思考的一篇小說 事實上這一類的作品應該怎麼說 假如我們在用中國文學史的發展來說的話 在詩今的時代 大半的詩總是描寫 它在某一個生活處境 某一個特殊的人生狀態 某一種特殊的 譬如說像官居他正在戀愛 這個諸如此類的 那麼也就是說 在人的漫長的人生當中 我們在不同的時刻會有不同的追求 然後我們關心我們那個時候的特別的追求 那麼這個是一種 然後產生喜怒哀樂的 以及種種的反省思維等等 可是要到 在中國的話 要到處持像離騷的時候 才會突然的去思考 整個的人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麼這種現象很有意思 有一位這個文學史家 叫做林庚 在他差不多民國25年前後寫的文學史裡頭 對這個現象說了一句話 叫做 他提到知道了悲哀以後 但是他這裡所說的悲哀不是普通的悲哀 不是我在人生中的一個生活當中的一個小小的追求 成功歡喜失敗悲哀而是去思考整個的生命本身 整個的罷了 所以假如用Warsworth 就用華爾華茲這個Warsworth的說法 就是已經開始懂得沉浸地觀照人生 然後觀照人生的整體 就是把人生當作一個整體來加以觀照 那麼在這個時候我們就可能進入了所謂的 在別的文化裡頭可能會考慮到的 也就是一個可能是宗教的領域 也就是說你不只是看到你的某一段的生活 而你看到的是整個人生或者是 那麼我們可以這麼說 通常人類在很早的時候就發展出來 種種的神話或者是宗教信仰用來詮釋 用來詮釋人生 用來詮釋我們所生存的宇宙 當然這種對我們的人生跟對於宇宙的種種的現象 由神話開始 那麼當然有另外一個可能性就是往宗教走 然後這個還有另外一個可能性就是往慢慢的 往所謂的用推理的方式 或者是用實驗的方式 往哲學與科學的方向走 假如你們有機會閱讀羅素 的西方哲學史的話 一部西方哲學史似乎就是由早期的神話發展為宗教 宗教式的對於世界的認知 更慢慢的則就是所謂的科學式對於世界的這個認知 然後西方哲學史就在兩者之間互相的擺盪 我現在要講的是 就是有一套宗教式的觀察 而且這樣的一個神話整合成為某一個整體相當的層次 能夠解釋人的這個宇宙人生 那麼人也好像是活在溫室裡一樣 各位我們剛剛從外面走來淋了很多的雨對不對 還好還只有雨而已 還沒有暴風還沒有什麼之類的 但是某種意義上宗教可以是一個像溫室一樣 幫我們放在一個可以不必面對這個人生的 可能最恐怖的事情不是人會死 或者是人有痛苦 而是人的生命找不到意義 人甚至他的痛苦也找不到意義 你懂我意思 只要這個痛苦是有意義的 你願意忍受 你懂我意思 而且你覺得你所謂的用台灣經常會用的成語 就是歡喜作 甘願受 那麼現在的問題是 你糊裡糊塗的出生又莫名其妙的死 那我在這裡活這一段日子是幹什麼的 這個不知道它的意義在哪裡的時候 會讓我們產生一個最大的一種焦慮 這個焦慮我們可以稱之為存在的焦慮 石頭不會有存在的焦慮 這個桌椅這個黑板不會有存在的焦慮 它就是只是存有在這裡而已 但是只有人類會知道 我現在在這裡上課 然後你們也在這裡聽課 可是過了兩百年以後 第一個問題是 我一定不存在 那希望你們那時候都經過高科技的方法 你們可以活兩百五十歲 所以你們還存在 要不然我們都不存在 而且我對這棟樓也沒有什麼太樂觀 或者是太熱心認為它會繼續存在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對面的那一棟普通教室 我念書的時候有另外一棟樓 建築跟它不一樣 只有兩層就叫做普通教室 所以我眼看著 我當時進台大所上課的所在 第一年主要上課所在的普通教室 就這麼消失了 被拆掉了 重建了 號稱普通教室 可是稱呼法它的 譬如說那時候是普一普二普三 現在這個哪裡有普一啊 沒有啦 OK 所以這種這樣的一個 你知道現在雖然存在 但是將來會不存在 不但是我或我們會這樣 甚至更深一層的問題是 連到底外在的世界還會不會存在 都有問題 OK 所有的一切 那麼在這個 當你一切會消失 可是你不知道 那你現在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假如一切最後是歸零的話 努力考試考一百分也是歸零 什麼都不做 在那裡躺著也是歸零 那為什麼不躺著而要努力 對不對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問題 那麼這個其實是在中國來講的話 你們有機會去看紅樓夢 那個十八九歲的紅樓夢 他在看到了林黛玉藏花 然後一邊哭 一邊就哭出一首絕妙的詩來 就是所謂的藏花營 他就突然就想了 我剛才這個所想的問題 他說在若干年後 我不存在 不但黛玉要藏的話不存在 黛玉也不存在 我也不存在 那其他的人 包括他們那些姐妹 他們甚至這個原子 通通都不存在 他想到這裡忍不住 怎麼樣 非常的痛心 就大哭起來了 所以這個紅樓夢裡頭 賈寶玉哭過幾次 那每一次哭都是重要的 那我們現在要說的一個問題是 有在我們所要 這區區所要講的作品裡頭 其實是當我們從這個黎明列車開始的時候 已經告訴你 因為戰亂的關係 你所原來擁有的一切可以在一夕時間完全消失 然後所以我常常覺得這個我們小時候 這個你們現在大概很少讀了 而我們小時候成長的教育當中 我後來一直想為什麼我的父母們 或者我的朋友的父母們會 而且這為什麼那本書這麼流行 就是Robinson Crusoe 就是魯賓遜漂流記 遇到一個船難 整個很奇怪 最後船竟然沒沉 可是所有人都死了 這個只剩下一個魯賓遜 被漂流到一個荒島 後來他意外地發現那個船還在 快要沉 但是還沒有完全沉 那假如當時他們留在船 這也許他們還活著 不曉得 反正他就是去船上把剩下的 能夠可以用的東西搬到那個荒島上 於是他就開始了他的荒島人生 直到他孤獨的過了一段日子 直到他遇到禮拜五 倒楣的禮拜五 因為他在禮拜五被遇到 所以就叫做禮拜五 那我們現在要說的一個問題是 整個的現代主義文學的產生 其實是幾次的戰爭 把人類 當我們開始發現 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 甚至地球是繞著太陽轉的 於是就很難相信 人類的那個人生是宇宙的目的 對不對 那麼在這種情形之下 原來的從宗教式來的 這種宇宙這個人生的那種 好像可以保護我們的一個所謂的 這種宇宙觀或者是這個人生觀 突然被動搖了 因為幾乎沒有一個宗教很清楚的告訴你說 你說有恐龍 可是這個恐龍的骨頭出來了 你懂什麼意思 你假如跟 假如你相信這猶太人的舊約的話 你看不到恐龍 對不對 所以 所以這個東西 再來就是為什麼這個 所謂的那個 Galileo 這個加利略要被被迫 被這個羅馬教廷逼迫他閉嘴 為什麼 你們再說下去的話 我的整個宗教式的 這個宇宙人生觀會 什麼了 重點還不是有人 因為可以利用這套宇宙人生觀 可以獲得很大的利益 像馬丁路德所要指控的那樣 重點是去掉了這個 人類會發現自己活在一個 只有存在的焦慮卻沒有怎麼樣 生命意義 或者是沒有意義的一個宇宙當中 好 那但是沒有關係 宗教失敗了 科學好像很有希望 OK 那我們就基本上 各位所從小到大所受的教育 在學校的體系裡內 所要告訴你的 是一個科學式的宇宙觀 可是科學式的宇宙觀 是不是真的能夠給我們意義呢 最大的問題是 科學式的宇宙觀有可能 第一個 它是冷漠無情的 對不對 假定這裡有一個恐怖分子 這個擺了一個炸彈 然後就突然蹦了一下 好學生也蹦掉 壞學生也蹦掉 這老師也蹦掉 這個學生也蹦掉 因為炸彈不會區別 你是好人還是壞人 一起炸 對不對 假如這個地球毀滅了 也是大家一起通通玉石聚魂 沒有玉的分別 也沒有石的聚魂 那麼做好人跟做壞人 或者是我常常喜歡說 這個有個東西是這樣子的 因為地心引力的關係 因為重力加速度的關係 這個一個非常有道德的人 跟一個邪惡的壞蛋 兩個人互相掙扎 然後就從十幾層樓的 或者是一百層的樓上往下掉 那這個保證他們的重力加速度 這個對他們的作用都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一個沒有正義的宇宙 人類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假如這個世界都只像地心引力一樣 或者是只像這個重力加速度一樣 或什麼的話 那麼一方面很公平 好人壞人一樣 可是一方面可能很不公平 因為壞人知道 可以利用這個來對付好人 所以早就知道應該怎麼樣 把對方推下去而自己不要掉 好人沒有想到要用這個去對付人 所以他就被推下去 就反而享受了這個 好像這個重力加速度的危害 那麼一個沒有正義的宇宙 或者是一個宇宙 或者是一個沒有宇宙正義存在的世界 那麼人類的生存是不是只剩下一個東西 所以科學式的宇宙觀可以後來在倫理上 他只信仰一件東西 就是所謂的叢林法則 什麼是叢林法則 就是弱肉強食 然後在弱肉強食的情形之下 長久的來說 沒有誰是永遠的勝利者 對不對 為什麼 這個從一個古代社會這樣 古代社會大家打 最強的人就變成王 可是做王的人要隨時 他站到那個王的那顆勝樹下以後 就要等待所有的人來跟他挑戰 那遲早有一天 他會年紀慢慢的老邁 對不對 他的不會那麼矯健 然後他很習慣於某種打鬥的方式 別人慢慢知道他的打鬥的一些習慣 就可以針對這個對付他 所以拿破崙剛出來的時候好厲害 沒有人應付得了他 但是跟他吃過幾次敗仗 大家慢慢研究知道這個 知道了這個拿破崙他的作戰的方式以後 也可以讓他在滑鐵盧 產遭這個大敗 整個一樣的道理 所以假如你們看人類的歷史的話 總是一個大拳起來 隔一陣子他又被打下去 然後另外一個取而代之的霸權 又過著 這個過一陣子 這個又被打下去 這個然後就像這樣的故事 一直玩一直玩 那麼可以說第一次世界大戰 是現代主義 歐洲現代主義產生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而在那個關鍵裡頭 他們原來從基督教信仰所建立的 以及基督教信仰後來被新的科學的 所謂的科學的樂觀的 這個科技人類烏多邦所取代 可是這個科技烏多邦就發現 是一個集體毀滅的噩夢 人類終於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更恐怖 對不對 人類終於發明了 終於經過科學發現 發明了 可以把人類集體毀滅掉 整個地球完全毀滅掉的核子武器 對不對 而且沒有任何人可以保證 核子大戰不發生 這個不是這樣嗎 所以後來只好這些藝術家 文學家 或者是電影什麼 就創造一堆奇怪的想像 對不對 像後來人類消滅了 就變成星星來取代我們 這個統治這個世界 這個等等等等 然後 所以我們現在說的是 因此就牽涉到兩個問題 人類是不是還能夠找到一個 某種意義上來講 還有倫理意義 或者是倫理價值的宇宙 還是根本就是沒有 在中國尤月先生 吳靜恆 吳智輝 在民國初年的時候 就提出來一個說法 叫做什麼 一團漆黑的宇宙 一團漆黑的宇宙 OK 沒什麼道理 好 那麼現在的問題是 假如科學的神話 科學把這個宗教的神話 在某方面的這樣動搖 甚至是好像讓它支離破碎了 但是科學自己所提供的是一個非人性的世界 什麼是人性 人是有某種內在的深層的倫理意義的渴望 的一種存在 我們講愛 譬如說在那個基督教裡頭講神是愛的時候 那麼就是要把人類的這種倫理的 愛就是一種這個倫理性的情感 要把這樣的渴望投射到整個的宇宙去 他現在告訴你 這個宇宙是不理你的 你是在活在無窮的黑暗裡頭 那怎麼辦 有一種方法就是切斷 切斷 切斷看廣大的宇宙 讓人只注意到人類的世界 然後也創造另外一個神話 它不再是一個宇宙性的神話 這個神話叫做政治的神話 為什麼我用政治 而用這個卡希勒 這個德國的哲學家 他曾經很細膩的 仔細的分析了所謂的國家神話 他會告訴你說 你個人是渺小的 你招生牧死你沒有意義 但是你是屬於偉大的國家民族的一部分 所以個人短暫民族長存 然後這個國家這個長存 所以什麼之類的 但是他們在發明這個時候都沒有想到 人是可以被滅族的 整個的毀滅掉 但是我用政治而又不用國家 因為有很多是屬於國際的政治神話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共產主義最早的時候就叫做共產國際 因為他希望要推行的東西不是只是某一個國家裡頭的事情 而是一個全世界所謂的 那這其實又回到這樣的一個超越自己的一個原來的族群跟民族跟國家 其實就是廣義的就是簡單說就是帝國 就是會有很多帝國的神話 那麼我們在一次大戰以及 這有一個在文學上很重要 文學藝術上很重要 其實除了一次大戰以外 最重要的是西班牙內戰 因為西班牙內戰是兩個國際的帝國主義 所以互相創 西班牙當時的右派的弗朗哥將軍是得到希特勒的支持 所以這是法西斯的國際主義 然後另外他當時的原來的政府是一個號稱共和政府 但是背後有這個國際共產的這個支柱 對你們已經比較陌生 對我們來講我們那時候最當紅的 每個人都花好多時間去讀的那個海明威的小說 他的《戰地春夢》 他的《Fairwear to Arms》 或者是他的《戰地終生》 其實寫的都是西班牙內戰 包括海明威自己本人也好像信聰聰的從美國跑去西班牙 幫助這個好像西班牙的那個共和政府 去對抗所謂的這個弗朗哥的 這個弗朗哥的那個好像這個法西斯政權 結果這個政府軍失敗 所以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就是簡單就是宣稱 你所信仰的那些東西經過戰爭的檢驗輸掉了 Gertrind Stein 是一個很重要的現代主義的一位女作家 他也是理論家 他曾經有一段時間對於當時徘徊在巴黎的 像海明威這樣的人 還有像這個Fitch Gerald 這個費之皆羅他們這批人 他就說了一句話 說你們是失落的一代 在Age of Lost 找不到真正的可以信仰的東西 找不到真正的意義 那麼差不多用沙特的話 他的生命只剩下了一堆什麼 只是一堆無意的激情 我想這已經是打完了 但是事實上這樣的無意的激情 也可以在海明威的一個小說 叫做The Sun Also Rises 這個翻譯的中文很奇怪 什麼妾是朝陽又朝君 這個其實是跟妾跟朝君都沒有關係 但是他其實是用的是 這個舊約傳道書裡頭的 太陽升起 這個又落下 這個不斷的升起落下 然後從前發生過的事情 將來還要發生 然後所以太陽底下無心事 一點東西都沒有 他只不斷的 毫無意義的 不斷的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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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人到底為什麼要活在這個 不斷的重複裡 好問題 在台灣的 可以說當代吧 還算當代吧 的小說家當中 最早比較認真的 去面對這個問題的 也許我們可以說 從王上義的這篇 這個作品 可以看得到 因為它比較短 我準備就一邊唸這個作品 然後一邊給各位講解 我想原來給各位印的那個講義 是從王上義的自己的著作裡頭印出來的 我本來覺得那很好 但是我今天上午查了一下 發現它底下一行字常常沒有出來 那我現在一邊唸你們就可以補上去 其實我們還是沒有信仰 這篇小說很特殊是從這一句開始的 信仰是 聽到這一句話 這個你們的感受 會跟我的感受不一樣 我們那個時候都花很多的時間讀 我們唯一接觸的跟社會科學有關的 除了小學時候的公民課本以外 大概就是三民主義 那我們讀三民主義的時候 會聽到孫文告訴你 主義就是一種信仰 有了信仰就會有一種力量 然後就是一種行動的方向 或生活方向 這個我對前面兩個 我覺得我那我背得很清楚 第三個有點模糊了 因為各位想想看 對我來講這已經是 五十年前的往事了 但是他的第一句話 其實這是反動對不對 這反動標語 其實我們還是沒有信仰 那麼他當然有趣的是 因為他的題目先弄一個大悲咒 而且最後那個主角跑來念大悲咒 所以大家就認為他的沒有信仰 是指他沒有佛教信仰 那當然比較好一點 那麼然後底下是用象徵的手法來表達的 禪月撒下一層灰白色的霧 灰白色的原野到處有隱約的權費 遠處古堡的影子 像凸齊的島嶼 他沉默地注視著 曾經創造 曾經毀滅 未生和僵屍的一切 所以在這裡就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東西 出現了一個 再一個 不是明月 是禪月 出現一個古堡 所有的恐怖片 或者是什麼都要剛好雷電大作 然後出現一個陰暗的古堡 然後呢 這個於是吸血鬼就出現了等等 他這裡創造的是一個殘月的事件 有一點光 但是那個光已經不清楚了 這個不清楚的光很有意思 凸顯出來的是一個古堡 我後來一直在想 他們那一代的人 因為王上義是19 應該是我記得他是19 這個王上義是1936年生的 大概差不多跟白鮮勇他們同年 大概比這個白鮮勇小一歲吧 這個大概 不是 這個差不多 那麼 事實上 不管是白鮮勇解釋現代 現代主義文學運動 或者是當時的有名的詩人鄭愁語 他就會特別去寫一個詩 就叫做《殘寶》 然後今天你們很難再用這個角度去想 這個字眼 可是我們小時候是經常有的一個問題 精神堡壘 幾乎是每一個會議 每一個什麼都要弄一個精神堡壘 那事實上是因為所有的價值 剛好我今天待會還要再談到這個Tillick 中文大概把它翻成田立克 他有一本很有名的書叫做《The Shaking of Foundation》 基礎的怎麼樣 不只是動搖 振動 那對我們在台灣的人來講很清楚 大地震就是《Shaking of Foundation》 不管你的建築多高 當你底下開始搖的時候 你就可能就全部崩塌下來 那麼白鮮勇怎麼解釋現代主義呢 他說因為傳統的價值已經完全動搖了 而且崩潰了 那麼只剩下一個少數的堡壘 其他的地區通通都淪陷了 只剩下一個殘餘的堡壘 或者是少數的堡壘 在這裡稱它為剛好是古堡 它還留著 這個古堡精神堡壘講的 其實是價值的精神堡壘 也就是意義的精神堡壘 價值就是意義 我們討論意義其實在討論價值 討論價值其實就是在討論意義 所以接著他說像凸起的島嶼 台灣就是一個島嶼 對不對 所有東西通通都崩潰了 只剩下這個 然後他要沉默地注視 曾經創造 曾經毀滅 這個衛生 僵死的一切 好像這個堡壘反而是永恆的了 可是你相信這個堡壘會是永恆的嗎 雖然他比人長 因為他看過創造 看過毀滅 看過衛生跟僵死 所以他把我們還是沒有信仰跟這個東西放在一起 他希望能夠找到一個怎麼樣 超越性的堡壘 超越性的堡壘 也就是能夠看這個世界的曾經創造 曾經毀滅 衛生跟僵死等等 但是他永遠存在 所以他橫在 一個橫在的東西 那麼假如你相信這個世界不是一切都是流轉變化 終歸毀滅的話 那麼有一個東西永遠在的話 那麼你會有一種安心 對不對 覺得不能說只是一團漆黑 它上面有個什麼東西 是不變的 是橫長的 所以雖然這個橫長的不變的東西 是超越於我們的這一些生生死死 生死流轉的這個所謂的人士 然後他破了這個題 然後再回來他提供那個背景 其實是我們的思考很自然的會受到 我們的面對的 所面對的環境 所面對的處境 能夠產生的反應 我 張 老馬 他們三個朋友 從醫院的正門渡出來 渡著慢的步子 來看一看 像在醫院裡 穿過窄的長廊走進204號的房間 張不顧門口貼著病頭 病 這裡是重 這個字印錯了 病重 謝絕探訪的小條 推門進去 再出來說病人已昏迷 正在用氧氣 然後再出來穿過窄的長廊 醫院都是病房 所以病房跟病房之間只有層窄的長廊 然後呢 聽每一個病房裡頭的身影 死亡親切的呼召 看見夜班視離 複視的美貌 親視 喧笑 這是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對不對 很像那個 這音樂裡頭的 那個學樂士從做的 死於少女的那種感覺 一邊是充滿了生命力 生命的美好 而一邊是死亡 然後呢 走過長廊盡頭的鏡子前 在這個之前你只感受外界 感受到這邊是生命的美好 這邊是死亡 可是怎麼樣 走到了長廊的鏡頭的時候 這好像是你的人生 走在這兩個交界之處 但是怎麼樣 鏡頭的近處是什麼 是一面鏡子 你看鏡子的時候你會看到什麼 當你看鏡子的時候你會看到什麼 看到自己 還會看到自己 看到自己的意思就是 OK 我的下一步可能是死亡的這一邊呢 還是這個 那個夜班室裡頭的 那個 那些美貌 親視 喧笑的副視那一邊呢 然後就略停片刻 然後就漫無心意 顯然受到某種刺激 有點不知如何是好 好 所以的看看自己 然後從台階走下來 走出大門 踏上十指路 看見古堂 所以這個古堂是有很深的 象徵意義的 OK 在某方面來講 也就是古老的信仰 在中國至少在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至少很容易地接觸好幾種信仰 一種信仰 當然在今天台灣有好幾所大學 其實都是佛教大學 對不對 包括佛光啊 這個 包括那個慈濟啊 包括玄狀啊 你們看它的名字就知道 對不對 可是我們那個時候也有 這個幾所重要的 天主教 基督教的大學 輔仁大學是天主教大學 然後東海大學 那個時候是基督教大學 OK 那那麼 可是大半的人沒有信天主教或基督教 也沒有信仰佛教的話 會其實接受怎麼樣的人生觀 比較接近 儒家的人生觀 用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把一個問題 好像你說取消掉也可以 遮蔽掉也可以 他把他的注意力轉移到現世 不管永恆的問題 謂之生焉之死 所以 OK 這個東西存而不論 放盡掛乎 所以 OK 有沒有死後的世界 OK 我同意 也許有 所以用一個簡單的方法 所以我也拜 可是 可是我的忌就是如在 我去忌我的祖先 或者是我去忌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是假定他好像在 忌如在跟忌他真的在 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 我 我只是滿足我心裡的需要 因為我想念我的爸爸媽媽 這個爺爺奶奶 所以當他們過世了以後 我繼續拜他們 好像他們還在我的心裡活著 用荀子的話說 他用了一個很奇怪的說法 他的說法是從這裡來的 現在 今天正在下大雨 剛才路上有這個 我的同事說 哎呀 這魚很濕啊 很令人難過 我說還好啦 這樣 那我們就有水喝嘛 所以 所以不要太抱怨 因為 你知道嗎 真的三個月兩個月都不下雨的時候 都很乾旱的時候 大家真的是恐怖極了 對不對 所以 自古到今 每一個文化都有 想辦法要求雨 遇到旱災要求雨 那個遇到水災的時候 大家這個急著跑不會焦慮 你懂我的意思 可是遇到旱災的時候 那真的是什麼 那 那 荀子就回答一個問題 人家告訴他說 那用了求雨的儀式以後下雨了 那個這個到底是什麼回事 他說 跟沒有求雨的儀式也下雨其實是一樣的 下雨還是下雨 跟你去求不求都沒有關係 OK 那他說 其實啊 當然你應該渴望下雨而不下雨 你會很焦慮 會很難過 然後這時候給你一個事情做做 好像有點幫助 你去敲那個什麼什麼什麼大鼓 弄到半天去 空空空空空空空 然後呢相信這樣就可能會幫助雨下來 然後果然有下雨 就是 可是至少在等雨的時候 你好像這個有事可做嘛對不對 他說這個東西啊 其實啊 這個不是真正的說你靠著求雨的儀式讓雨下來 是靠著求雨的儀式讓你的心理的焦慮得到適當的安排 OK 所以他說這個啊 聖人啊 認為這個只是文 文的意思是解決你的心理問題 而不是真正的創造了物理 或者是的那個氣象的那個條件 他說你把它當作神的話就會很危險 可是你當作文的話其實是好事 這也就是為什麼他記錄在 我不見得真正的能夠跟我的先人不斷的溝通 可是我記事的時候可以把我對他們的懷念 把對他們的什麼全部有的這種精神 可以得到適當的抒發 這是儒家的一個不去強調有神無神 但是把它擱置的一個辦法 所以大家都知道孔子不予怪力亂神 OK 因此它產生一個純粹的以現世的 以及道德生活為主的一種生活態度 好 先講到這裡休息一下 其實我們還是沒有信仰 老馬講這句話的人是誰 所以他告訴你了 這三個朋友當中的一個 老馬的第一句話 為什麼是他講 因為他們去看的人其實是看張的伯父 所以張可能有一個比較竊進的跟病重的人的關係 那麼我本身就是一個比較被動的 比較黃禍的沒有很什麼之類的 所以剛好是選擇老馬 他在月光下的臉 第一句話把所有的沉默都吞噬了 吞噬了沉默就是整個的沉默 都充滿了他這一句話的聲音 他在月光下的臉 蒼白而悲切 他並不是很高興說 這個那我沒有信仰 他要告訴你是說 面對疾病跟死亡 面對生死之際 他發現 不只是他 他的朋友也都沒有信仰 他心地善良富於同情 為什麼 因為他所同情的就是這些病人 然後張就帶著一股哲學氣息 他細孽 尖刻 激動 脆弱 各位仔細想 用這些很抽象的句子 來形容一個人的個性 是非常有意思的 也就是說 他在這裡 他不是真正的想去 探討他們更複雜的性格 只是想要給他們的對話 提供一種背景 他常常嘲弄悲哀 所以我說印得不好 因為這些好像這個句子 比如說他在月光下的臉蒼白 而悲怯 悲哀的悲 他心地善良富於同情 張帶著一股哲學氣息 他細孽 這個尖刻 然後 一方面細孽 尖刻 一方面他是激動的 然後他脆弱 然後他常常嘲弄悲哀 因為他不能逃避 面對悲哀 他不能逃避悲哀 他就用所謂嘲弄的方法 我是一個失望而恐懼 阻絕著老馬的話 然後漸漸覺得那句話 對我們過去的生活 是一個大的評價 甚至是一種審判 像一把利刃 它撥開了我們的徬徨的核心 許多年來 我們把握不住現在 我們飄浮流浪追逐丟棄 請你們注意下面這兩句話 被存在否定 被虛無的風 風雨的風 風向波動 被痛苦失碎埋葬 這句話就反映了那個年代 以及那個年代 大家 在現場上是存在主義 存在主義 事實上只能夠掌握的是 我們當下的實存 可是不相信我們之外的 待會我們會看到 提到康德 或者是提到柏拉圖的話 是我們一個外在的永恆的 不變的這個某種鮮豔的真理 好像沒有那個鮮豔的真理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我們活在一個地球村的時候 我們會遇到各個不同的文化 然後你會發現 假文化認為絕對重要的事情在以文化 根本連不值一顧 說起來還不會變得非常可笑 這個諸如此類的 所以你的價值就會動搖 OK 那麼加上假如你很認真的 用各種的推理 各種的思想去找的話 你會發現充滿了矛盾 而且有一個東西不能否定 是一切終歸毀滅 一切必然消失 從這裡頭產生了所謂的虛無 Nothingness 或者是虛無主義 這個Nihilism 怎麼樣找到生命的正面的積極的價值跟意義 沒有 因此越是敏銳的人越痛苦 因為一個人很混沌的話 他的日子很好過 人云欲雲 得過且過 遭生夢死 這個一方面遭生目死 一方面你可以醉生夢死就好了 對不對 現在大家 這個好像熱著林書豪 你也就跟著去熱林書豪 大家再熱什麼的話 那你就跟著熱 然後這樣子 可是你只想 這個林書豪打籃球跟你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他只不過在拼他的 職業球員的生涯而已 一個我常常覺得近代文明的一個奇觀就是 一群窮人還花錢花好多精神去看一群百萬富翁打球 這個不是這樣嗎 你看看他們的年薪對不對 我們一群窮人在那裡 好棒喔 好棒喔 什麼之類的 人家投的每一個求是值多少錢 對不對 而我們在那裡 這個用一句台灣的成語叫做 人在吃米粉你在化修 別人在吃米粉 然後你沒得吃在旁邊看 還是燙好燙好熱 所以這個以前這個 這個就有一個印度的一個笑話吧大概是 有一個波羅門一天到晚在思考所有的 宇宙真理的問題 他想不通 痛苦的不得了 煩惱的不得了 然後他旁邊的一個這個老太太 他只要去這個每天 像他的那個橡皮神或者是大黑天什麼 拜一拜然後說 我希望有一天能夠這個好像到橫河去洗一次澡 我就心滿意足了 對不對 不用思考的一種信仰跟你要去追求真理 所以一定要信真的神 這個不可以信假的神 而且信還不能夠這個只是盲目的信 一定要什麼 然後煩惱的不得了 OK 他們是他們幾個是就像王上義自己一樣 這個王上義當時為什麼會能夠吸引很多的年輕人 就是當時稍微開始有思想有什麼的人 他就會一直說到底我們存在是為了什麼 那個這一切什麼 因為沒有現成的答案 可是弄到後來你又 你自己做了某種你能夠心安理得的一種選擇的時候 那你就定了對不對 可是你在不安中他就是告訴你 他說這是一個我們過去生活的一個大評價 甚至是審判 這種審判是只有他們才會有的 因為他們要求有真的信仰 然後因為他們沒有信仰所以他們彷徨 然後他們把握不住現在 飄浮流浪追逐丟棄被存在所否定 被虛無的風向所被波動 被痛苦失碎埋葬 他們的痛苦不是他們挨了餓或受了動或什麼之類的 這些人的日子都是過得還不錯 所以才有時間請各位記得 辛苦的勞動階級大概沒有辦法發展哲學 得要像波羅門那樣悠悠的什麼 然後才去煩惱這些宇宙人生的大問題 老馬說沒有信仰 所以沒有根 所以幻滅 像扶貧 老馬又接著他自己的論點加註 他的腳步也顯得快速 他就往前走了 一邊講沒有信仰 那我們沒有真正的信仰 那麼張呢想辦法從這裡逃避 有信仰又怎麼樣 難道就可以不生不老不病不死 信仰不能夠改變你的生存的基本的情境 就是生老病死 OK 這就是這個 世家魔女所看到的四種虎對不對 接著就提到基督也會流淚 世家也會擊滅 各位假如有機會 這有些人以為這個臥佛 譬如說到泰國還是什麼地方去看會看到臥佛 那在中國的一些古老地方也會有那個臥佛 在日本也會有 可是各位知道那個臥佛是什麼意思嗎 不是他走路走著太累 他要睡一下 不是 那是他滅盤 就是他擊滅 然後這個一般來講 這個世家魔女躺在那裡 已經這個擊滅了 已經這個涅盤了 底下就一群他的那些比較平凡的崇拜者 就放生痛哭 偉大的教師死掉了 然後所有的動物也在這邊 可是上面有一些頭上有金光的 這個有圓圈的就做歡喜狀 因為他已經成道了 所以同樣叫做一種唐法這個兩種感覺 所以他說跳出來吧 超於一切之上在生理範疇外看戲 問題是這裡他主要是要講 你用一個超越的觀點來看 從超越的觀點來講 那你就不是以你自己的個體來看 你要從宇宙的角度來看 那麼 王國維有一首詞他有兩句話 就是你不斷的修煉你的境界越來越高 越來越不以自我為中心 甚至也不以種族社會時代為中心 甚至不以人類為中心 最後終於到達宇宙中心 天地境界最高境界了 然後這時候你偶爾開天眼 然後來看人間的時候 可憐 我還是人間裡頭的怎麼樣 的那個倒霉蛋跟可憐蟲 所以是不是你開始換一個角度看的話 你就對自己的生死無動於衷 那要看 這有人看了以後 我生死無動於衷 因為我早就進入不生不食 這個不生不滅什麼什麼什麼 這個常住什麼之類的 那個是另外一種東西 所以他在生的範疇外看戲 這個有點像那個什麼 孫悟空形容的他自己說 他已經什麼 這個好像跳出天地外不在五行中 他已經不受這些變化的影響了 然後張我們與往確實沒有信仰 我走進張 向承認一件錯誤 他覺得他自己沒有錯誤 真摯的向他解釋 不知道為什麼 一想到死亡我就同情信仰 如果此刻不是從醫院裡出來 不是親眼看見已死和將死的情境 如果是在彈子房 順便說一下 所謂的這個彈子房就是撞球 那現在大家去打撞球 都覺得天經地理 然後你可以在電視上 還可以看到這個很好的這個撞球比賽 還可以成名 可是在以前的話 因為撞球常常跟賭博連結在一起 軍訓教官有事沒事 警察就常常到彈子房去看 有沒有同學 這個有沒有學生這個跑到這裡來 所以他們以前的人很得意說 我靠上台大了 原來台大裡頭也有彈子房 OK 彈子房 然後舞廳 酒吧 那麼在這以前都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去的 那就去 我絕對不會贊成老馬的 說了半天 你面對的處境會影響到你自己對於信仰的需要跟不需要 這也許你打蛋子的時候只是要信仰這個你會打贏 而不見得要想別的 老馬有了信仰才會有工作 才會有實在的生活 什麼叫做失落 失落 失落並不是不知道你現在人在哪裡 當你說我迷路了 你當然知道你現在站在哪裡對不對 唯一的失落是你不知道什麼 不知道我現在所站的地方 跟我剛才要來的地方的關係是什麼 以及或者是 我不知道我現在所站的地方 跟我要去的地方的關係是什麼 這時候我們叫做迷路 叫做迷思 所以一般來講 要講不失落就是說 知道他能夠從哪裡來往哪裡去 所以常常會有一些禪中的季風對不對 行者 這個你從哪裡來要往哪裡去 然後他給你回答一個 從來處來往去處去 說了等於白說 那他心情 他完全知道往哪裡去 要這個 這個我從 好像這個峨眉山來 我要去這個普陀山 OK 這個我很清楚 假如我不知道這個 我就是迷路了 OK 然後 老馬呢 把嗓子提高了 然後他似乎在掀起一個浪潮 不過浪潮在預計的高度停止了 他沒有能力再推上去 他急躁地想尋找思想的力 不住地凝視古堡 所以請你們 要注意這個古堡的象徵 OK 假如你不能夠創造自己的信仰的話 那麼 這個 假如你不能夠創造自己的信仰的話 那麼至少你可以去看古堡 對不對 看傳統的信仰等等 那麼 這個 張就嘲笑信仰像酒 這個尼采說 酒是征服悲觀的武器 張嘲笑的說 當然還有一個人說信仰像什麼 鴉片 馬克思說的 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對不對 大家要知道 什麼時候 你大概可以接受 讓這個人吃點鴉片或吃點馬啡 就是他快要死了 很痛苦的時候 OK 通常會有那個麻醉跟紓解的作用 但是當然對健康的人的話 吃這個他就會慢慢的 這有問題 所以 他會提到這個信仰像酒的原因是 因為尼采在 在他的悲劇的誕生裡頭提到 其實希臘有兩種很重要的信仰 也是兩種很重要的精神力量 一個是酒神這個Dionysus的那種 強烈的那種罪狂 這個謎罪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另外當然是那個 阿波羅那個日神的一個 所謂寧神觀照的力量 把這兩個東西連結在一起 就創造了很揮煌的希臘的悲劇 跟希臘的文化 那麼他這裡故意的只講 酒的部分 那麼當你在一個生命的迷醉 醉狂當中 你就可以超越你的悲觀 所以說了半天 他們談了半天沒有信仰是什麼 因為他們就可能是悲觀 可能比悲觀更嚴重 就是虛無 他說酒有什麼關係 如果生活就是這樣一個情景 如果人生有這種 怎麼樣 需要 人生的目的是生活 不是生活 各式的生活 不是工作 不是思想 並且 如果信仰只是一種形式 也甚至不是信仰 這個人講了半天不知道在講什麼 不過其實他所真正想傳達的 可能是非常接近儒家的想法 為之生 焉之死 弄到後來 活著幹嘛 就是要活著 這聽起來有點可笑 但是對某些人來講還是有用 他的意思是說 活著比什麼 比工作思想 或者是信仰的形式重要 那只是因為我們活著 所以我們才需要工作 也才需要思想 所以努力的為了活著而活著 或者說為了活得好而活著 然後什麼 可是當他用論述的方式的時候 我本想解決矛盾 可是我提出了生活 我迷亂了 我竟然也陷在矛盾之中 因為什麼 因為他想到的信仰是一個怎麼樣 可以有根 可以不幻滅 可以不會像扶貧一樣 等等的一個很強而有力的精神堡壘 但是他們沒有這個精神堡壘 然後接著是 你們剛才看見我的伯父要死了 你們陪我來看他的病 而他自己的孩子 而他自己的孩子 在不知名的角落 在經歷他的生活 他學哲學 曾經試圖殺死自己 他出過家 還過熟 父母將死 還在無動於衷的生活 你們想想他吧 很有意思 這三個人 用了一個最巧妙的方法 逃避面對自己的問題 對不對 他們最早 本來在談的是什麼 最早談的是 其實我們還是沒有信仰 是他們三個人 是我們沒有信仰 結果他們把問題推到一個什麼樣 跟他們沒有關係的人 也就是他的伯父的兒子 而這個伯父的兒子當然很特別 而這個伯父的兒子好像是一個很勇敢的 追尋過很多事情的人 第一個 學哲學 第二個 試圖殺死自己 某些悲觀的哲學 認為殺死自己是很高貴的行為 為什麼 因為你很真誠 假如你覺得人生是完全沒有意義的話 那你就應該結束你的人生 OK 大概類似蘇本華的這個某些思想 就會變成往極端的方向走 這個就會這樣子 那當然有另外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個 叫做存在心理分析的一位大師 叫做Franco 他曾經被送過送進去過 Oshwitz的那個集中營 希特勒那個很恐怖的集中營 後來他幸運的活下來 那麼他觀察這些那個集中營的人的什麼 有人能撐下去 有人到一半就會死掉等等 他後來發展出來一個存在心理分析跟意義治療 他常常會問 逼問人家說 那你為什麼不自殺 他的意思說 人還是有選擇的自由 對不對 你不接受這個至少你還可以自殺 OK 這個但是我說那個這句話不可以隨便問 關於這個一個最好的例子是 王文鑫寫過一篇很短的小說 而且後來才發現他寫這個小說 他還在台大念書 那個第一件 不是叫做最快樂的事 在這個最快樂的事裡 這個一個年輕人 他 我常常覺得這只有西方的邏輯頭腦 這個才會有這個問題 中國人可以不要那麼邏輯的過日子 他就第一次經歷了他的 可以說性行為吧 或者是什麼 然後他之後覺得這個經驗糟透了 這個他特別還要英文 這個非常的Ugly and Losing 非常的怎麼樣 然後他就接下去做一個奇怪的推論 他說 他們說這已經是最快樂的事 對不對 那假如最快樂的事情 這個就是這樣的話 那這個世界還沒有更快樂的事 結果呢 他是問了這個以後 下面的一個結論是 這個年輕人於四日下午自殺 OK 這當然是 在我們看來這個有點好笑 對不對 本來就是好笑 為什麼 一次的失敗並不等於這個永遠的滅絕 對不對 你第一次經驗不好 下一次可能去經驗會好 所以這個哪有那麼笨的 但是這些死腦筋的什麼之類的 所以 用自殺去作為另外一種可能性 然後甚至要逼出來從這裡找到意義這個等等 然後呢更妙這個人出過家又還俗 決定現世的一切都是沒有價值 他出家 然後呢後來又發現出家也是一場空 還有還俗 然後呢他還在 結果他活動於終的生活 各位對這段話 這個你們會有什麼樣的想法 他們在批評這個小孩什麼 不是嗎 結果他們信仰了半天是信仰說人應該孝順 因為他的批評的背後 可是這個人既然學了哲學 也出過家也自殺的意思時候 他的生命的價值沒有辦法只建立在他的生命的 不能夠像孝精一樣 不能夠像孝精一樣覺得人活著的目的就是為了孝順父母 出家所以為出家就是在某方面就切斷跟父母的緣分 不過中國人跟父母的緣分太強了 所以還會弄個牧連出來 到好像地獄去救媽媽之類的 所以這叫做繁星這個仍在 張緬爾提出結論便停在這裡 他這樣做是殘忍的 他激發了問其卻不暗示答案 針對著我們談的信仰 他挖了陷阱 等我和老馬跳過去 OK 所以那個指印出一半的你們大概知道了 想想他把揭發了問題 然後等我和老馬跳過去 然後接著就提到 這個兩年前 我聽過他的演講 在一個寺廟裡 他主持每週一次的佛學 這個是學問的學 這個佛學這個研究會 他有短而略肥的身材 寬而方的臉 小鼻子尖銳的眼睛 幾乎有點像人家小鼻子小眼睛一樣 然後他穿著黑色透明的架衫 怎麼樣的和尚穿黑色透明的架衫 這各位知道嗎 日本和尚 所以他穿這個黑色透明的架衫 可能就是受那邊的影響的 在黑板上畫了兩個圓圈 把柏拉圖、黑格爾、康德 這個圈在一個圈子裡 那是圈 然後把老子、莊子、釋迦、尼采 圈在另一個圈子 用一條虛線連起來 然後插掉第一個 然後他非常自信地說 很顯然我們必須肯定東方文化 柏拉圖也好 黑格爾也好 康德也好 所以可以被圈在一個圈子 他們都相信有某種永恆而鮮豔的存在 雖然這個存在可能是一種精神性的存在 黑格爾的話是絕對精神 康德的話就是所謂的 這個主觀鮮豔論 然後柏拉圖的話是客觀鮮豔論 也就是在現象界之外 有一個永恆的不變的 我們用一個簡單的方法說 所有的圓的圓心跟圓周的關係 一定都是屬於等距離的關係 OK 然後最近這個李安門 這個不是玩那個派嗎 對不對 這個之間的那個 那個跟直徑跟圓周的關係 也是一個派的關係 等等 那個這是永恆不變的 OK 所以相信這個 那你的生命就有一個 可以不只是流轉變化 而是有一個可以永恆寄託的東西 但是為什麼會把老子 莊子 釋迦跟尼采圈在一起 因為老子也好 莊子也好 釋迦也好 甚至尼采也好 都相信的是一個永遠不斷變化 不斷循環的世界 OK 所以簡單的可以說 他要的話還可以把易經這個放進去 Eternal Recurrence 這個永恆回歸 或者是循環 然後他說很顯然 所以這邊強調的是一個 永遠在變化 但是這永遠在循環當中的一個世界 而就是所謂生老病死 這也好 或者成祝易滅這個也好 或者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說很顯然的 我們必須肯定東方文化 我和張坐在這裡 偶爾聽聽她的話 偶爾就怎麼樣 這個偶爾笑笑 所以他們不是很認真的聽 所以他們不是很認真的聽 然後呢 張呢就 張呢一直 他指 這個像 他向我 他向我述說他的過去 他是一個怪人 書讀得多 哲學系的高材生 不滿於現實 不滿於 魚 這個魚 就是被遮掉的那個部分是魚 不滿於家庭的苦悶 然後他真是苦悶 三十多了 現在你們對三十的感覺 跟我們那個時候不一樣 一個人 在我們那個年代 大概三十歲已經算滿老了 三十多了 還沒有結婚 所以他拿了家裡的錢 然後滋生出遊 就是這個字 就是家裡有足夠他的錢 他可以去滋生出遊 他躲在鄉間 然後終日在山林內徘徊 他自殺過兩次 最後卻悄悄的 這個悄是兩個字 悄悄出家了 伯父就受到刺激 每天喝酒 伯母就半生不睡 所以說了半生 這個都是這個不孝子 只害的 因為他要追求他的真理 結果害的爸爸媽媽這樣 然後只有這一個兒子 這個字是子 然後點點點 他在中部的一個深山的廟中 這個關閉了一年多 他故意不把閉關講 不講閉關講關閉 一年多 潛心讀書 修辭 然後這個是罪 這個最近的罪 最近才到北部來 那麼這個被人請來宣揚火法 若是專心下去 將來很有希望 不過等等 你可以看到張對他的角度是說 你也可以出家 只要你出家還能夠做成一個名堂 對不對 也許你就變成法虎山的聖言 也許你就變成佛光商的星雲 或者是變成這個慈濟的正元 這個也很有成就 這還是俗地 你的問題是 以社會的成功成名 或者是成功作為這個人生的價值 正像他指責他不孝一樣 然後我一邊聽張的話 然後一邊聽台上的演講 我漸漸注意到 雖然他竭力顯 就是顯現的顯 顯得自信樂觀 可是也很難壓抑住他虛無的本質 為什麼他會有虛無的本質 因為信仰很大的部分 是來自於意志之類的東西 在佛教只有思想是不夠的 因為思想任何人都可以講 但是思想是外面的東西 思想要變成信仰 必須你的生命跟那個思想是結合 所以你可以不虛無 因為你先通過戒的一種 好像可以說 對於自己的意志的斷裂 然後進入一個比較精神上 自我能夠控制的定的狀態 然後再根據你所體會到的會去生活 這時候就這個不是虛無 你可以告訴人家 你不要緊張 你也可以告訴你 你自己不要緊張 但是你還是緊張 所以不是要不要緊張的這個道理的問題 而是你在你的心性的操持跟修煉上 這個能不能夠做到這裡的問題 所以他說 他就是很難壓抑住他虛無的本質 他不過是避開了許多問題 然後不過是在文字上兜圈子 不過是那一套紙牌 苦悶東方心靈解脫 他注意到他基本上是一個口頭禪 而並沒有那個真正的這個是對的 然後在調配不同的花樣而已 問題在哪裡 因為他是哲學系的高材生 這套東西西方的組織 組織的傳統 不是組織或者是組織的傳統 只是先從找到一個好的論證 證明這個樣子 我現在講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現在講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莊子在奇物論上討論一個問題 觀念上說 假如這個世界會產生你 就是證明了你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 對不對 所以因此世界要形成要產生的時候 就已經產生了你 所以叫做天地以我並生 你既然是這個宇宙的一部分 所以將來你會跟宇宙同期不朽 進一步的說 這個宇宙裡頭的所有的東西 都是用相同的那個成分所造的 因為它都是宇宙的一部分 所以就萬物就 雖然現在它是一隻老虎 我是人 但是那個我是那個派 我們兩個人坐在一條船上 但是派跟我其實都是 同一個宇宙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是合一的 萬物與我合一 這唯一 觀念上可以了解 但是你真的有那種感覺嗎 你走在黑暗中就我怕怕對不對 看到這個漂亮的女生喜歡 或者漂亮的這男生喜歡 然後看到什麼什麼的獅子老虎 你害怕等等 可是你害怕的時候 你說我跟你合一啊什麼之類 沒有那回事 OK 同樣的 死懷則在非洲的森林邊緣 領悟到文明的最終的含義 就是reverence of life 對於生命的遵從 我們都說我們應該遵從生命 但是說是一回事 你真的有那個感覺嗎 變成你的feeling嗎 那個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有很多人讀了很多東西 然後並不等於說他就可以做到那一些東西 所以呢 因此 可是我還是怎麼樣 我還是敬愛他 他能夠出家 應該有些勇氣 他能夠拋棄家庭 愛情 愛情 公民 應該是看破了一切 他的沉重的苦悶 也多少是這一代的特徵 我甚至不禁羨慕他的話 他經歷了一切追求之後所找到的歸宿 但是沒有多久他還書了 張就狠狠地咬出這幾個字 他本來是什麼也不信的 這個被遮掉的是也 謝謝 同樣的一個精神上的修煉 在基督教的體系的話 會變成性妄愛 你要先有性 然後你怎麼會有性 因為你有妄 你對未來有希望 即使人會死 你也是向往一個永恆的世界 然後從這裡頭激發出來的是 對好像這個人群或對宇宙的愛 這一些東西 所以因此性是那個最開頭的東西 你必須相信你還有明天 所以你今天才能努力 這個不是這樣嗎 你必須相信你的努力是有幫助的 不然的話你就不要努力 所以一切的喜悅跟一切的活動 常常從性開始 你相信什麼 即使你相信錢也是很好的信 對不對 然後你就會努力去賺錢 所以我們的時代 所有的政客們都告訴我們 他們都在努力拼經濟 那麼這代表什麼 他們信什麼 他們信錢 對不對 只不過是他是為自己拼經濟 還是為我們拼經濟的問題 結果他就去做生意賺錢賠錢 刺激浪費沉迷 真厲害 不過這個倒是讓他充分的體會到 生命的多樣的可能性 然後204號的病人被更高的手接了去了 就是死了 丟棄了他城市的苦難 那麼這時候用的形容詞很像是這個基督教的形容詞 那麼張就忙了 這裡後面一個鬥點 然後忙著料理後事 就是親生的兒子不去忙他的後事 是由他的職兒去幫他這料理後事 然後公祭的日子 我和老馬都被張拖去觀禮儀 然後張要我們去看超度 聽他 這裡被遮掉的字是他 聽他親自來唸大悲咒 就是這位出家的兒子要回來唸這個大悲咒 算是對他父親的一種孝順的什麼 然後公祭的日子 我和老馬都被張 不是 就靈堂裡頭擠滿了人 偉大的渺小的蒼老的喧嚷 壓住了一切 白色的 這個被遮掉的是的 白色的禮藏在風裡飄舞 刺目的黑字似乎充滿了生命 要怎麼樣 跳出來要遠離這人間 這個被遮住的是間 遠離這人間的糟雜而去 所以這個等於是公祭 或者這個祭祀是很傳統的 這個標準的 這種這個中國式的一個 好像得一個商禮的儀式 然後張就開始說了 這些都是名流了不起的人物 可是我伯父也了不起 一個逗點 他曾刺叉風雲 二十歲當縣長 三十歲當廳長 廳長是省的廳長 比縣長高 然後張子的 然後祭禮就開始了 香火繚繞 紙錢揮藥 那麼 這個 這個來了 這個你們看 他 穿著架衫 這個戴著頭的 這個戴頭的是他的 這個師父 那麼 張向老馬 和我 這個 好 和我說 那麼因為忠祥了 後面的一段 我們將在下禮拜 很快的跟各位再做解釋 就是請你們記得 這個 他們三位 沒有信仰三人主 批評了 這位 經歷過很多事情的 這位出家的人兄 來念大悲咒的人生以後 他們是不是找到了他們的信仰 你們自己再仔細看這篇小說 OK 好 今天就到這裡 九個 五個 五個 九個 中